穿黄管脊髓 这道菜是以猪的黄管和脊髓为主要原料 加入清汤制成了菜肴 卤菜的厨师很喜欢烹制这道菜 这是一道经常出现在高档宴席的传统卤菜 原料有猪脊髓 猪黄管 高汤 精盐 葱椒绍酒 菠菜 味精 葱丝和姜丝 制作的时候 首先将猪骨髓切成段 作词 菠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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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词 菠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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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将珠黄管穿上蜈蚣花刀 将汤锅烧开 把黄管及珠骨髓下入锅内 加入葱丝 姜丝和葱椒 烧酒 烧开以后捞出 放入碗内 炒锅内加底油 放入高汤 加葱丝 姜丝 放入菠菜叶 加少许精盐 味精 料酒 然后出勺 装入汤碗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一定要注意 猪骨髓 稚嫩易碎 制作的难度比较大 要极为小心 它的特点是 口味鲜 咸 味浓 黄管 脆嫩 脊髓鲜嫩 造型美观 汤清见底